剛才假設我已經加了四個景點了 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到我加了四個了 一二三四 有沒有 然後呢 如果來這邊我看一下按這個legend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無標題的圖層 這是什麼東西 我可以利用這個無標題的圖層 來我先改一個標題 這個標題要幹嘛用呢 常常我們最好用的東西是 我把它寫成這是第一天的行程 我用麥克風好了 第一天的行程 然後按儲存 那你的圖層 來我再進到legend進去看一下 你看這就是第一天的行程 然後假設有這些 那如果我想要再加第二天的行程 上面有一個新增圖層 那你就先按新增圖層一下 然後我們也可以先改標題 點一下 第二天的行程 好 所以來新增好了 從legend去看第一天的行程有這些 你有沒有看到左邊有一條藍線 這是第二天的行程 所以現在藍線停在第二天的行程 這時候你再去點這邊搜尋 其實搜尋就在這裡 有沒有它過來了在這裡 搜尋你再去搜尋 新增進去到時候都會加在第二天了 因為剛才legend裡面 你看到那個藍線 是在第二天這邊 所以到時候我們加的東西都會在第二天了 所以如果你先點到第一天的行程 你先讓藍線在第一天的行程 這時候你再去搜尋 打個字 搜尋新增進去 它都會加在第一天 就看你那個藍線 是在第一天的還第二天的 所以來剛才我所做的我再講一次 剛才請各位按到legend進去之後 發覺這上面寫的是無標題的圖層 請你點一下可以改圖層的名稱 那這圖層各位就可以用所謂的第一天的行程 第二天的行程 第三天這樣子 所以第一天的行程按搜尋 然後它就關起來 再按一次legend來看 這樣子就看到第一天的行程 然後有這些東西 然後到時候我們可以再新增圖層 然後再新增圖層 它這個叫無標題的圖層 再點一下改成第二天的行程 然後你的藍線就會在第二天的行程當中了 那請各位在第二天的行程呢 可以再去搜尋地點 然後再把它新增進去 等於說規劃第二天的行程 可以嗎 各位做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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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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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